大家好 我是波波 那大家應該有看我們影片都知道 我們這幾天把波波留在台灣顧家 然後我們來泰國玩 其實我們這一趟來泰國 不單單只是來旅遊 這一趟我們是來拜訪一位前輩 他是台灣人 然後他現在在泰國這邊 開了一間猛禽繁殖中心 對 算是亞洲數一數二大的猛禽繁殖中心 像波波 對啊 他很像波波 波波 哈哈哈哈 影片開始前 還是想跟看影片的大家說 台灣有開放五種猛禽可以飼養 不過也必須要有合法的來源證明 才可以飼養喔 台灣野生猛禽 不可以飼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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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等我回來喔 好像會飼養 你會飼養 很有趣喔 要開始 你會有趣 不可以飼養 你會飼養 有飼養 創養 我帮你电话 你還說話喔 你還說話喔 好不好 我們要出門囉 我們到太國了 先去吃點東西 再帶大家去看大鳥 好 先看大鳥直接先吃爆點子 好 謝謝 請問等一下你會在物理市場 等我公隊嗎 下雨 但是有太陽 太陽雨 實際帶我們來加氣 剛剛開錯路了 原本不夠一些十十分鐘的路程 我們開了兩個半小時 哈哈哈哈 好大喔 這樣子一盤才兩百 真的超便宜 這樣子一盤才三百八 什麼餅啊 就是某種泰國的餅 就是某種泰國的餅啊 我也不知道什麼餅 大家知道可以底下留言跟我說 超爽 大蝦 試試看 整塊肉都下來了耶 這怎麼開啊 對 黏住了 對啊 黏住了怎麼開 問他怎麼開 對啊 hah 拍照 啊 哈 啊 啊 啊 差点死掉了,把救回来 好,不吃呢?怎么弄呢? 这个是木的比较大直 木的脚比较粗 体重比较重 它有分两个芽种 一个芽种是北非的跟南非的 现在是吸猫时间 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很好奇 猫猫是什么味道? 是猫宝宝 猫宝宝 这位是小欧哥 这是我们猛行繁殖中心的主人 他在泰国已经十几年了 十五年了 十五年了 他其实以前在台湾就是养婴的大前辈 特别来泰国拜访他 希望带我们参观一些 台湾看不到的物种 跟各式各样神奇的东西 人家说出外靠朋友 这次来到泰国 全靠小欧哥照啦 既然有朋友可以靠 肯定不能走观光客的行程呀 在看猛情之前 先带你们体验体验 真的在泰国生活的话 平常都吃些什么样的美食吧 先吃的 早餐 这边所谓的早餐就是 就是 斑点式的 就是 海外要叫什么呢 就你想吃什么 你要吃炒饭 炒面 都可以点那种 还有一个海南鸡饭 旁边这家 我们来这边吃最地道的泰式早餐 给大家看看 正宗大炮鸡 等下来市场 小欧哥推荐 这才是正宝鸡 我跟你说微辣 嗯 微辣 口味真的跟以前吃过完全不一样 这是算泰国的餐馆 超大的后面还有耶 应该没有人来泰国旅游来逛这个了 有点像波姥姥进大观园 超级啊 哈哈哈哈 因为真的 它的占地比台湾好市都还大 哈哈哈哈 可以吃东西 可以吃东西 好猛 我小食物在我这里 非常有名的 最夯的 最夯的 这是地瓜 不是 这个是芋头 地瓜 芭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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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剩下都卖还了 哈哈哈哈 这个 它卖到中午 中午后就没有 有时候我们排好远 车子都排好远 真正的道地小吃 对 这一只要还给妈妈的 对 今天要回去妈妈那里 来 先把油加满 要回去妈妈那里 妈妈会 我会先喂她 会先抱她 大概一整天 奶爸任务结束 要还真爸妈了 哈哈 你看小时候跟这差很多 出来大概母子那么大 现在是养 一个多礼拜 这个好好笑喔 关键这个蛋壳 一定要放在 对 然后这个小鸟放在旁边 把妈妈拿出来 把他泡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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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的 模型 摩得比较白 今天要去驱鸟 去工作 去上班 这两个德国 还有一个松雀银 好 OK 出发 出发 最严重的鸟牌 鸟子 鸟子 鸟子跟台湾鸟子 又不一样 它这边是原生种鸟子 就是长得像班鸟 比赛鸟还要小一点 然后第二种就是八鸟 八鸟群 这个很可怕 一来都整千只了 一拉死 一天一拉死 整个都很糟糕 那小鸟哥 其实大家应该会很好奇 就是做驱鸟 这种到底怎么赚钱 因为其实 就是我们这样子听起来 不知道它到底有什么 赚头 大家一定很好奇这个 对 我每个月一家工厂 我大概 厚料成本有 剩下都是利润 小鸟哥真的不尝试 大公开 什么都讲 听起来很简单 但是这个是技术工 就是每个人都 想要做驱鸟 就来驱鸟 你驱鸟 你今天把鸟放出去了 那鸽子飞跑了 OK 五分钟它又飞回来 站在影音旁边 看着影音 根本没干嘛 客人会问 你的鸟 是不是在跟他们聊天 这个会掉漆的 不行的 有 有 不快 好快喔 他们在搜索 他们会一片一片的找过驱 驱鸟的目的是把他们驱逐 不是把他们猎杀 所以 就是抓到之后 把他们做记号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把他演吧 那是豬血湯 然後我們要去把他演出來 好像不播 對啊 他好像不播 打喔 打死 等一下 他比一步一樣喔 這個是非中棉標 昨天我有特別問過小偶哥 然後他抓 我這樣子舉抓 他的力道像 有一種像被鉛子夾住的感覺 來 這樣子 欸 欸 大哥 女生吃 還有那個酸辣湯 炒山豬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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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欸 我哥卡八歲 布列塔尼三歲 我卡很有經驗 但是我 心圈 我自己翻這個心圈 來囉 咬了一顆椰子 你怎麼咬一顆椰子回來 看你開心欸 是不是咬了一顆椰子回來 漂亮 不懂說我超喜歡的 欸 牠就叫狂 對啊 有響音有響飄 這體型比較小 但是牠是穿藏褲 瞬間移動的時候 牠會 甩尾巴 我們會知道牠的位置在哪裡 你看牠腳上我都不抓牠的 因為這種鳥都像突擊 突擊獵物 牠在靈魂裡面 牠是躲的 瞬間突擊獵物 所以說 腳上不需要裝靈彈 不需要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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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 走 走 走 Experience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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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陽 走 吃 乖 泰式香茅茶 我也不知道是什麽 喝喝看好不好 菊花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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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試試看 最道地的 這間生意超好超多的 這間不會太穩應該是點不了 不知道怎麼來 不知道哪個是 看不懂 泰式的納豆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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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有很多細節要注意 飼養上如果是想要 養比如說當寵物也好 或是想要自己養 只要怎麽樣才可以確保他們健健康康 OK 七座要保濕乾淨乾燥 不能潮濕 一定要這種草皮喔 手摸也不能會刺痛痛的 不會感覺到會痛會刺痛那種 他現在開始轉動他的人 要把血水都洗乾淨 從來不得勤掌嚴的 你知道嗎 七座不能坐太高 太高的話他跳的時候他會滑 整個胸這個地方 他會撞 會撞破皮 很多養準的應該想 這是 養的當寵物喔 不是當打獵用鷹喔 打獵用鷹不能這樣子 但是你喜歡這個油準 你想買的當作 養的像櫻母一樣 很可愛的 然後又有運動到 做這樣 這次來泰國 雖然只有短短幾天的時間 我們除了見到許多台灣見不到的夢情之外 也體驗到了好多來旅遊觀光 很難可以接觸到的驚喜事物 像是屈尿工作 實際上是什麼樣子的 以及吃到了真正太過本地人 日常會吃的各種小店美食 更是收穫了非常多 關於猛禽飼養照顧上 我們不知道的小細節 這其實是我們第一次見到小鷹哥 但真的很感謝他對我們的照顧 小鷹哥帶我們就如同家人一樣 讓我們就住在繁殖中心 不藏私地跟我們分享 猛禽飼養上的各種經驗 帶著我們到處吃吃喝喝 體驗最地道的生活 嫂子還親自下廚 讓我們品嘗泰國真正的家常菜 甚至連取鳥工作的行業秘密 都分享給我們 不過 因為資訊量太大了 這些在之後的影片 都會再跟大家分享唷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又或是喜歡孟禽 喜歡旅遊 請記得要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唷 阿伯伯阿 阿伯伯阿 我去哪裡去見到已經神殿忍的機 你們不在家 他在後面跟在這邊都沒給我吵 我在客廳鴻布怎麼樣 你知道我在告狀裡嗎 他跟你心有如心 還是今天你在開二天保 我今天打桌球一下 我可以給他吃 他今天整天不看外面 一直看裡面 我在客廳嘛 他一直看 我們看到 所以他吃完了嗎 我啦 爸爸回來一直給他吃 結果你知道嗎 後來把他抓進來 他卡著開這邊 他可能就往你們回來了 你看是開都不行了 阿伯伯阿伯 阿伯我們再加兩三天囉 阿伯阿伯 阿伯阿伯 阿伯 阿伯阿伯 阿伯阿伯 阿伯 阿伯阿伯 阿伯